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拉弓就是为了要射箭嘛 所以在人家的背后拉弓 就是不怀好心眼 要从人家的背后伤害人啦 背后拉弓就是打算要以案件来伤人的意思 它的典故是这个样子的 春秋的时候 郑庄公想要进攻许国 在要出兵打仗之前 他想要选一个最优秀的将帅 来去打这场仗 这一天呢 郑庄公就让人做了一面大旗 然后他就把旗就插在一辆车上 然后对所有的将领就说 谁能够把这一面大旗拿走 我就把这一辆兵车赏给他 还请他当攻打许国的大将 郑庄公才说完呢 有一个老将军 他叫做尹考淑 还有一位年轻的将军 他叫做公孙子 几乎是同时站起来冲向那个冰车 两个人为了争夺那面大旗 互不相让 哎呀 你推我挤的 差一点打起来呢 这个尹考淑 一气之下 拉起这个冰车 就冲啊 就跑走了 另外一个年轻的将军 公孙子呢 他就拿起长挤 这个长挤就是长枪啊 前头呢 是有刀子尖尖的 是会伤害人的武器 于是 他就拿起这个长挤 就追啊 可是 尹考淑跑得太快了 根本是追也追不上 于是 这个心胸狭窄的公孙子 心里头 就一直想要 找机会报复他 过了不久 郑庄公 下令要攻打许国了 这个尹考淑 因为抢到了那一辆冰车 所以当了大将军 而公孙子呢 只当上了副将军 在要进宫的时候 尹考淑一马当仙 挥舞着大旗 就登上了城头 爬上了城 这公孙子 眼看着尹考淑 哎呀 就要立下大功了 心里头 极度的不得了 他就不顾一切的 抽了一支剑 拿在手上 然后对准 尹考淑的后背 咻 哎 可怜 这一位非常勇猛的 老将尹考淑 他竟然 不是 战死在 敌人的刀剑之下 却是死在 自己身后 飞来的 暗剑之下 另外一位将军 看见尹考淑 中了剑 摔下城头 还以为 他是被敌军杀死的 于是 他就拿起那一面大旗 指挥正军 攻破敌人的城 最后取得了胜利 但是 这仍旧是一个 听起来 让人蛮难过的故事 对不对 小朋友 现在我们用 背后拉弓 按键伤人 来造个句子 班上的同学 对小明都很好 可是不晓得 为什么 小明总是喜欢 在人背后拉弓 按键伤人 于是都没有人 愿意跟小明 当好朋友了 亲爱的小朋友 我们今天学到了 背后拉弓 按键伤人 这是在说 用不光明的手段 暗中伤害别人的故事 希望你可以成为 一位诚实的人 不要成为一位 按键伤人的人 我是高点姐姐 咱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